等一下練習的是 假設你 中間就好中間 假設今天 一人一邊在防守的時候 那你們要練的是 挑球 跟 推球的感覺 雖然人家切球 可是呢不要說人家只要 人家切球可是我們腳可以搶快 可以搶快在上面去做 這樣的高度 人家切對腳我就是搶快去打 不要說人家每次切我都是挑高的 所以你們的腳要去跟 你要搶快 如果今天他切得很短很漂亮真的我腳可能被騙了 來不及OK那沒關係那就拉高 可是今天你有在注意的情況下 你可以去做推的 這個動作 來上手丟 搶在上面去做這個推 我這個還是有點慢 再一次 做這個動作 再來 做這個動作 所以 所以我們要回來 出去 這個要快一點回來 手在前面 小動作 然後你看我其實 我動作是很小 可是其實我是利用我的腳 去幫助 我利用這個蹬的感覺 所以你看我 我左撇子 所以我是左腳在前面對不對 那你們反過來你們是這樣 你們在預備的時候 預備的時候會這樣 你看 這個點好像是這裡 這樣子 這個點會這樣 可是如果當你踩出去就是 這邊是正拍 等一下我們念反拍這個點 我們先 因為反拍比較簡單 正拍會比較卡卡的 但是其實 其實 在於你重心有沒有壓低而已 反拍是比較順 對 那人家如果切這個位置的話 我們就用正拍 可是 你現在在這個位置有沒有 他如果切的時候 我們一樣是可以用反拍的 對所以你們在 用正拍用反拍 第一還是主要是看球 然後你的腳要去怎麼踩 很重要 你要讓自己好打 就是你跑的位置 你不要跑太 你球太近 你一樣是要讓球在這個位置出手 所以你最後 腳踩的那個位置是關鍵 你不要跑太遠 對不對 我就是抓好 看好球速 球速很重要 球速 球速快 他會飛比較遠 還比較近 比較遠 對所以我就不需要跑那麼近 所以我們在跑出去的時候 球拍一定要拿起來 好來再一次 出去這個要快一點 然後回來 出去這個要快一點 這樣去推 好嗎 那有時候前面會抓 你一開始先不要管前面會不會抓 你在比賽的時候 你就先打 有被抓 再打 再拉高 對啊 如果他沒抓 我這個機 逼到他了 就不用退了 我就可以抓了 好嗎 正常 挑了 推了 一人一邊 可是我只要打到空檔 打到漏洞 就不用退了 我就可以抓了 好嗎 好記得喔 可是如果今天我推到 人家手上 我要退喔 你不要上去喔 OK 等一下會有一個進階版 這個是簡單的 OK 所以等一下呢 我會丟 高讓你去搶快 我還會丟 短 讓你去挑高 有兩種 隨機我會變化 對 所以你的腳要更快 OK 那我會放一個椅子 這裡 每次打完回到這個位置 對 電步推回來 對 每次打完回到這裡 再一次喔 所以我是這樣 推完 這樣 電步回來 這樣子 OK 所以反過來喔 推完電步回來 OK 那如果今天 我想一下 等一下我們第二段的喔 等一下第二段是有人會過渡 有人會抽球 所以你要想辦法讓那個人跑動 可是如果今天他打在你打他手上他抽球的時候 對不對 他準備要出手 就跟我們之前打後視點過度一樣 對方要出手你的腳就要先停下來 OK 然後重要的是你推完球拍 一定要拿起來 推完球拍你要拿起來 OK 好 再一次 推完回來 回到這裡 做啟動 做啟動 然後你們啟動 我這一步是怎樣 我回來 我是下壓喔 不是往上跳喔 喔 下壓 登 回來 下壓 登 好 腳要放輕 不要 不要太用力喔 OK嗎 有聽懂嗎 有沒有不懂的 我累了 好喘喔